有人想听听这个慈禧 其实对于他本人 我不甚了解 但是通过他 我们可以说有很多现象 很多规律 这个 我们知道他垂帘听证 历史上 那还有除他之外的 更出名的就是武则天 那他当然离我们 更近了慈禧 所以说我们有的人更感兴趣 那光说清朝的话 就是 开国的那几个皇帝 那个叫什么名字了 我忘了什么太后 他那个时候权力也很大 但是他起的是好的作用 多 在历史上这些女性 这个 就是说 能左右君王的 人 有些他不是 干预朝政 他只是任性而为 但是亡国之军 这很多出了名的 什么大吉啊 包四啊 也都是红洋活水 他无形当中 他实际上也影响 那包括君王 不理朝政 那那完蛋的更快 是吧 那除非说你把其他事都摆平 都安排好了 在明朝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皇帝 三十年 三十年不理朝政 那回来之后 这里的好好的 那个时候好像张居正啊 什么什么 他们那几个宰相 就 就是那个时期 叫什么 我忘了 那就无为而知 那也很好 那很厉害 大家可以去查查 这个人 你能做到那个份上 人家就信道 人家就 就没事就修行 啥也不干 但他都摆平了 这个历史上 就说这个女人 如果是 当了一把手 那这个 基本上都是要完的 很多人不服 女人怎么不能当老大 那就很奇怪 你你去看这个历史的规律 每当时代好的时候 确实是女性 地位高了 社会开放 像唐朝啊 像什么 很多啊 就每到这个时期 但是紧随而后的 就是下坡路 很麻烦 所以你不要不服吗 那那 一把手 是吧 那你除非说 你这个女人 那武则天 她也是褒贬不一 那历史上就跳不出来吗 所以女性还是要 即使你母仪天下 你也要守复道 女人该行的职责 她不擅长这些 她就是她的本性 符合哪方面 相扶教族啊 什么 你就干什么事 你干得好吗 那男人干你这个活 他不行吗 他一辈子 抹绑了 他抬不起头吗 到外面看不起吗 就这样环境嘛 大家都 你一个人能左右多少呢 你的本性 又凸显在哪方面呢 你就算是武则天 他真的过得幸福吗 你知道呢 也是乱七八糟吗 我们就不说 内功也是那些事了 慈禧 他据说 这就是故事了 这个明朝的这个 这个 末代皇帝 崇祖 朱又简 他这个 这个女儿 不是有个盾 灭绝事态吗 断壁事态吗 他的前身 后来变成刺席 走之前 他就撂下一句话 我就要往清朝 结果 搞到最后 但是他的下场也很 很难看 伤人伤敌 一千自损八百了 他的面相 什么是 确实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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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有历史 很多这个 潜在的这些东西 我们说不清 怎么判定他对错 光绪皇帝 他儿子 他是很有作为 很有难 但是还是被他搞的 就不行 自己掰了锅之后